而演講只講了一件事情 我们要退出美俄的所谓的 核武器的限缩的条约 然后美国说你要限缩 你知道核武器要花钱的 我做十颗你可能做不出来一颗 谁比较倒霉很难讲 所以这种种的讯号 回到刚才讲到了 瓦格纳为什么要公布他阵亡的尸体 我死那么多兵 你弹药都没有给我 事实上瓦格纳的这一个 普里哥金他不只讲这个 他还讲他还秀出一个订货单 我要的弹药 我知道在哪里 他显示地址 俄国的国防部把弹药都扣在 库房里面库房的位置 他都公布出来 你是要去抢吗 第二个他们现在训练瓦格纳的兵 那个靶子上面的人 不是那个乌克兰总统 是俄国的国防部长 俄国的参谱总长 都贴在靶子上打 然后他们的军厕所 厕所那个小便斗上面贴的相片 都是俄罗斯的将领 这代表什么 他准备叛乱了 他就告诉你 他在营造一个 这些人该死 我杀他们不是叛变 然后呢 普丁里是昏君 纵容他们不给我弹药 所以这个氛围 另外也鼓舞了车臣 车臣的那个 那个叫做网红兵 他们也想学 所以目前普丁面对的是 自己的两个军阀 跟自己国防部在对着干 所以这场战争 到底还会拖多久 我不晓得 但是目前整体局势来看 俄罗斯大事不妙 对 普丁现在形势险恶吗 现在只能靠中国吗 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外交部 这个王毅昨天就去跟普丁会面了 然后呢 他们的外交部呢 会后发布的这个 这个我们说的新闻稿当中 完全没有提到习近平即将访俄 但是我们也知道 美国现在已经去掌握了 中国军援俄罗斯的证据 所以请教范老师 现在习近平到底知不知道 美国所掌握的证据 然后他真的还要去 这个莫斯科去跟普丁会面吗 他们两个一会面之后 美国会怎么出手 对中国来讲会是大难临头吗 我相信他在三月份召开了 这个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 他要继任这个第三届的国家主席之后 他是很有可能 在四月份的时候 前往俄罗斯访问的 那我觉得这次王毅去干嘛 当然就是为了这个访问 先预做准备嘛 但是我必须要讲 习近平因为他现在跟 普丁两个人是抱团取暖 普丁自从攻打乌克兰之后 他被国际所制裁所孤立 当然事实上之前病吞克里米亚的时候 就已经被制裁了 一到现在 那中国不遑多让啊 中国在新疆的再教育营 被外界批评是对人权的 严重的伤害跟践踏 他的香港的国安法 凌驾香港的基本法 然后把你抓继续 你只要跟外国 美国的大使馆有接触 就是通敌 就是勾结外国势力 这个甚至有可能被判无期徒刑 黎智英呢 在香港这么有地位的媒体人 现在被关在监狱里面 不早就什么都放出来 而且财产会被没收 这样对香港人群的践踏 更遑论 他的封城封审 对于整个防疫 牺牲了这些人权 甚至让很多无辜的人 因此染疫而死亡 这种种的罪行 甚至大家都怀疑这个新冠肺炎 就是从中国武汉爆发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也成为众死之地 所以两个都是被国际 所高度怀疑跟质疑的国家 当然他们现在只能够一起 不抱在一起 抱团取暖 对抱团取暖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 就会产生一个二战时期的邪恶轴心 重新出现 我们知道二次大战的时候 欧洲是以希特勒 纳粹 不断的向外扩张 包含占领的法国 占领的奥地利 另外就是日本 日本我们知道 他手下叫东条英基 后来战后也是假计战犯 侵略中国 侵略东南亚 发动了这个所谓的 这个偷袭真书港等等 另外当时还有国家 意大利 莫索里尼 他小跟班一个 现在同样是 欧洲就是以普丁为主 他侵犯了乌克兰 甚至现在对于整个欧洲 对欧盟 对于整个这个所谓的 波罗的海这些国家 造成极度威胁 另外当然就是 中国的习近平 不断的扩岛交 在南海逐基地 在东海对日本进行威胁 甚至对台湾进行文攻武嚇 另外就是小跟班 这个北韩金正恩 他最近射导弹到日本去 所以同样的三个 所谓的轴心国 在二战时候 引发了人类的浩劫 同样的 现在重新复制到现在 所以我们知道 新的冷战格局 已经慢慢出现了 以美国为首 以欧盟为首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 台湾的重要性就越来越大 但习近平 他当然为了要出现 你看啊 我现在又连任了 我这个继续执政 执政五年 那我的底细够了 所以他去俄罗斯访问 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这就会让外界知道 你中国到 从这个战争到目前为止 一直假作 我好像很中立啊 我没有支持员 这个俄罗斯啊 现在已经发现了 俄军的军粮 就是中国提供的 那刚才 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越来越多证据 中国根本就是 透过国营企业 或透过所谓的民间团体 提供俄罗斯 相关的军事援助 那这个被抓到之后 我觉得国际间 就会把中国跟俄罗斯 等同一起制裁 对的确 中俄现在是狼狈为奸 但是我们要来看看国内 国内有这个蓝营人士 还在大力散播疑美论 最近我们就看到 这个蓝营的前立委 蔡震源 就说白宫有毁灭台湾计划 结果就被人家抓包说 这个消息来源 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官媒 请问一下 这个蔡震源 就这边都不用查证 他现在说 怪外交部 你外交部应该要去 这个追究 那个是俄罗斯的 什么媒体人等等 问题是 你要去上节目讲 可以不用查证 然后就这样子 把责任推给别人吗 这个以前我们说 正义兄弟又复活了 蔡震源 最近笑义 开始练消费了 他们都是很赤身的政治人物 很赤身的政治人 对这个国际媒体的报导 最基本的 靠一张电话问一下 传一个 怎么问一下 都可以啊 你如果有可能说 我看到我就说 这多恐怖 什么毁灭台湾计划 这听到很恐怖 结果他说了 越恐怖 蔡震源 这个谣言一说了 许巧欣说 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 就这样 赵少康说 外交部把这个解释成 这是一种认知作战 格调太低了 那就是 就是一个加一个 一直加下来 如果没有朱立伦出来讲 这是谣言 这件事 有可能在统派媒体里面 又继续说下去 大家越来越均匀 说真的 美国要毁灭台湾 进行操作一个叫做仪美论 现在他又要操作这个东西 所以对这件事来说 大家要认清楚 他们现在操作策略的时候 先说一个谣言 现在媒体退去 大家讨论之后 讨论之后增加仇恨值 现在大家会说 所以拜登都假的 你就没停台湾 一看就知道 操作之后 最后一个就是说 做一个民调说 你敢相信美国会停台湾 做下去说没有 百分之五十都不相信 蓝眼的同温层都说不相信 就是这三部曲一直下去了 所以今天朱立伦 你做一个东主席 你也没反应 就说蔡正元说之后 你只会说这是要言 有什么 因为朱立伦要去美国 美国一定会批评 说什么花哥 你现在要跟我们 你说你对美国很好 你很了解美国 现在大家要来讨论 蔡正元一样说什么 美国要回北台湾 你一句话都没说 朱立伦这阵子讲到说 这是谣言 他没灰蔡正元 他没灰许巧心 他就怕这样而已 想要两面讨好 这个东西 这社会会动乱的话 这不可以啥在乱说的 就是说阿京打过来 这句话都不能说 什么美国不支持台湾 美国不支持台湾 这大家还可以说 想一下 什么美国要毁灭台湾 听到美国这几年做的事情 都不要把台湾毁掉 这个事情 朱立伦你做董主席 你现在还去讨问美国